我曾經告訴我們大鵬部長說 你要做國防部長 他告訴我說 可是我沒有投票給你耶 我說沒有關係 把工作做好就好了 然後中間有些時候 他感覺好像想休息一下 我就告訴他說 你命中注定要跟著我八年的 所以我們就在一起八年了 我對我們的大鵬部長是充滿了感激 再感激 尤其是在2016年剛開始執政的時候 碰到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們在國防部有一個得高望重 而且受人喜歡的部長 對當時的總統就是我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阻力 所以今天大鵬部長叫我來 沒有第二句話 馬上列入行程 一定要來 而且 而且我本來還想講好多好多他的好的事蹟 可是我想應該在書裡都有了 我就不再重複了 那我們馮主委 其實他的從軍的生涯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他退休以後還擔任漢翔的董事長 然後在我執政的時候 他就參任我們的國防部長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第一任的院長 還有我們到現在的退府會的主委 所以他可以說是百分之百把自己奉獻給國家 那剛剛也有講到說 我們馮主委 他是準備要奉獻給國家的人 那他準備到什麼程度呢 我跟各位說 就在前幾天 我跟他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的助理 我的幕僚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說有一次 跟我們馮主委一起搭飛機 突然發現是突然有 亂流還是怎麼樣 突然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緊張 結果 馮主委就拍一拍 他說小兄弟 很快的幾十秒就結束了 這個是他心裡的準備 也是他人的一個 一個對國家的奉獻的準備 更是他的一個灑脫 所以我們是不是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一直想做改變的人 所以在我的任內 尤其在初期做了很多的改革 那在這個改革的過程中 當然在社會上 這樣引起一些很多的討論 也有反對的人 可是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有夥伴相伴的話 對我來講 是更堅定我的改革 所以我們在軍事的改革 國防改革上面 真的我們非常感謝 這個馮主委會部長的相陪 不論是國防自主 或者是我們的年金改革 尤其年金改革 我們前任兩位部長都很辛苦 但是我相信在改革之後 我們年金改革的財務更穩定 而且讓我們的弟兄能夠得到最大的保障 那在這個改革的過程中 還有一項很重要的改革 或許在各位的心裡 覺得改革一定是那個槍炮 飛機等等一定要做好 可是我們的改革 你們還有溫馨的一面 也就是說 我們弟兄姊妹的軍服 還有他們的住宿 尤其是我們的心安專案 如果各位仔細注意看 現在跟過去八年以前的軍人穿著 他其實是不一樣 他的機能性更高 更舒適 更讓他們在執行 你點頭了 因為是你執行的 但是在這個設計的過程中 那就是展現我們 洪詩寬部長的美學了 仔細看看他每次穿的 是不是都很瀟灑很好看 我們現在的國軍穿的真的是比較好看 看起來很挺很威武的同時 也是很適合他做一種劇烈性的活動 或者是戰鬥的訓練 那這個在整個過程中 在設計的過程中 其實很多都有我們洪部長的想法在裡面 那他說什麼我都買單 但只有一件詩詢我沒有買單 有一次他告訴我 還是我聽別人講說 馮部長有意思要把 麥克阿瑟穿的那個短夾克 來放在我們國軍的服裝選擇之一 我是對馮部長的身材是很有信心的 穿起來一定很好看 但並不是每一個人穿起來都很好看 所以這個案子就很抱歉被我擱置了 其他我都買單的 那馮部長的美學 也展現在我們的新安專案裡面的 現在的我們軍人的住宿裡面 如果各位有機會去看一看 現在的住宿絕對不會是一個大桶鋪 然後上面都是像豆干一樣的棉被 現在有四人一室 一份房間也有兩個人一個房間也有單人房 而四個人一個房間的 有兩套衛衣設備 就是因為我們體認到說 軍人要在最短的時間把自己準備好 所以衛衣設備一定要讓他能夠在最方便的情況下使用 那彭主委在退府會的任內 把每一個農民都把他當作是自己的家人 那我也看過他跟他們互動的過程 甚至於在傳統上我們農民 尤其是過世的農民 我們去給他們祭拜的時候 他有一次叫我一定要參加一個祭拜典禮 那是極其盛大的這個祭拜典禮 而且是非常符合我們臺灣本地的民俗道教的禮儀 我去看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像我這樣的政治人物一天到晚都在拜廟 那第一次讓我感覺到說 拜廟這件事情 這個觀念跟我們追到我們的為國家犧牲的弟兄姐妹還有榮民 也是這樣可以做的 所以我據說我們彭主委 真的很不簡單 他也是個廟公 所以我那個時候的震撼 我心裡覺得說 他可以把道內我們的這些榮民 還有我們為國家犧牲的弟兄姐妹 用一個很本土的方式來表達 我心裡真的是其實是蠻感動的 我再過幾天就畢業了 我現在實在是打包是我的最大的挑戰 那另外一個挑戰就是不要表現得太高興 但是我覺得 彭主委在這個時候發表他的新書是一定要來 一方面我要告訴他 是我們一個人性化的部長 同時他也是勇敢面對困難 面對挑戰 面對改革的一個部長 更重要的是有美學成分的一個部長 謝謝 感谢观看